好 我们现在来录制那个学之第二支六页 二支五抛体运动的斜向抛射 那我们现在来看翻例第二题 假设忽略空气阻力的影响 其实我们在第二章基本上目前为止 全部都是忽略空气阻力 那北女中体育馆的重力加速度 居指是 9.8 公尺秒平方 现在举行三分线投篮比赛 球员合真以斜向抛射 好 来 斜向抛射的方式奋力一头 请问篮球在上升过程 最后一秒 他上升的牵直高度是多少公尺 那这题里面有几个重要概念 首先是第一个 斜抛在牵直方向的运动相当于上抛 相当于上抛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要考虑上抛这个方向就可以了 第二个他问的是上抛在最后一秒上升的高度 那因为对称的关系 因为忽略空气阻力 所以上升跟下降基本上就是对称的 所以上抛在最后一秒上升的高度 会跟他在下降过程 第一秒下降的高度是一样 可是上抛运动他的下降过程 因为他在歪方向 他在牵直方向的速度是0 所以他其实这下降过程就是出速为0的自由落体 好 相当于我这边画这个紫色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 来整个题目就会变得相当的简单 他在一秒里面 记住说我现在在下降过程 然后出速为0的自由落体 一秒里面下降的高度 好 下降的高度 那就直接可以带S等于2分之1GT平方 好 那2分之1GT平方的话 来G的话就是9.8 T的话是一秒 好 等于4.9公尺 那么这个是他在上升过程中 最后一秒上升的牵直高度 那其实我们是反过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算他下降过程一秒下降的高度 那透过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呢 不管今天这边他发射的出速或者仰角是多少 那这个的计算跟他完全无关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发现说 来这个值 来他在最后秒上升的牵直高度 或者说是下降过程第一秒下降高度 与鞋抛 鞋抛 的出速度 出速度 完全无关 完全无关 好 来这是第二题 这是第二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那第三题是属于斜面的题目 所以我们暂时就先跳过去 所以再来我们就来看第四题 好 如果忽略空气阻力的作用 活动中心篮球场的重力将速度居直来是9.8 好 北女校对队长的身高是166公分 站在阀球线处投篮 以支篮框到阀球线的水平距离是4.2公尺 篮框高度3.05公尺 如果队长双脚接触地板以阳脚60度从头顶将球投出 好 希望能够将球空心投入 好 将球空心投入篮框内 罚球获得一分 请问他投球的出速度 出速度的量子要约多少 好 那这个题目我们先来大概把图画一下 好 首先 这个是篮球队长 那他身高的话是166公分 所以我们直接先把他换算成公尺 1.66公尺 好 站在阀球线边缘投篮 那阀球线跟篮框的水平距离是4.2 好 那如果说 这里是篮框的话呢 好 所以来 这时候人跟篮框的水平距离呢 就是4.2公尺 好 篮框高度是3.05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篮框高度 高度的话是距离地板 好 来距离地板 这一段是3.05公尺 然后再来他的 双脚 双脚接触地板 你仰脚60度将 球 将从头顶把球投出去 所以是 这里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来这就是他的v0 那这也就是60度 60度 那我们做斜抛的第1个步骤 一定都先把这个v0做分界 好 分解成这边就是会有来 这边这是v0x 来 这个是v0y 那我会建议同学就在旁边画一个三角形 好 三角形的话来这就是v0 那这也是60度 对不对 所以来这是v0y 所以来他就是2分之根号3v0 那水平这部分就是v0x 所以来他就是2分之1v0 好 那画好之后我们可以稍微 来把它稍微平移一下 来移到边边 比较不会妨碍 我们等下做题目的位置 好 那再来这边 这个题目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我希望把球投进去蓝框里面 那球丢出去的时候是一条抛物线嘛 就是黑色这条抛物线 那如果要投进去蓝框 那就代表蓝框必须是在这条抛物线的轨迹之内 所以做这个题目的关键 就是蓝框 好 来蓝框的位置 必须在哪里呢 必须在那个抛物线 轨迹里面 轨迹 来轨迹上 轨迹上 好 那意思就是说 来我们现在看看一下 来根据我们之前写法的话 来大家水平方向的运动 X4等于V0XT 那所以这个 这个位置是要在轨迹的话 所以来他的水平的位置其实是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4.2公尺 好 所以来这个式子就可以得到4.2公尺 好 V0 X 刚刚已经写是2分之1 V0 再乘以T 好 那么他在Y方向呢 好 Y方向我们知道他就相当于上抛 所以来他应该是V0 YT 减掉2分之1 QT平方 好 那这里的关键就是这个Y值 来不要弄错 Y值并不是蓝框整个的高度 3.05 我们知道我们的Y值的 的那个零点 其实是抛射点这个地方 所以整个的Y值应该是这一段 来整个Y的话应该是从这里到这里 来这是Y 注意一下 来这里是Y 好 所以这Y应该是多少呢 Y其实应该是蓝框的高度 3.05 再减掉人的高度 1.66 好 所以来这个关键就是在这边 来这边应该是3.05 减掉1.66 好 V0 Y 二分之根号 3 V0 好 减掉G G的话是9.8 2分之1 G 所以是4.9T平方 好 那其实这个式子 大家仔细看一下 来这里 4.2 等于2分之1 V0 T 然后这个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位置数里面其实就是 V0跟T 然后有两个方程式 是可以解的 但是是有点小麻烦 所以同学 又碰到这样的题目 就要有点累积一些经验 好 比如说我们先怎么办呢 刚刚这里好像漏掉 来这边是2分之根号3 V0 T 稍微把它拆一下 2分之根号3 V0 T 再减掉这样子 好 一般来讲我们这边经验呢 不要急着 虽然他说他是要求初速度 所以大家不要急着从这边求V0 因为这边的V0跟T是乘在一起 好 那很难删掉 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先从第1个式子 得到V0 T 来等于8.4 那第2个式子里面 这边就有V0 T 所以你如果把这V0 T 是8.4带入的话 好 这里面式子就只剩下一个 T平方 好 那虽然数字比较难看 可是这个只有T平方的话 呃 大概开根号就可以处理了 好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V0 T 8.4把它带入 好 把它带入 好 3.05 减掉1.66的话呢 来是 1.39 好 等于2分之 根号3再乘以8.4 减掉4.9 T平方 对不起 我这题的数字 比较丑一些些 好 那请同学自己亲自去算一下 好 那我现在我这边就不重复这些数学的运算 你稍微 把根号3用1.732 然后整理一下 然后 最后还要再开根号 因为这里是比较麻烦的 来 T 这边估计出来大概是1.1 秒 来 T 大概估计出来是1.1 秒 好 最后再把它带回 来带回刚刚哪一个数字呢 带回 V 0 T 等于 8.4 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 V 0 就约等于来8.4 再除以1.1 所以来这个值大概是在 7.67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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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那这就是第 4 题 第4题 那同学要小心的 我们刚刚这边的一个关键就是说 如果你要刚好投进去的话就蓝框的位置必须要在抛物线的轨迹上面 那 其实有很多都是类似是像这样子的 再来的话 譬如说你现在如果说要丢一个石头去打一只鸟啦或者什么一只虫子之类的 那你注意一下你那个石头丢出去的轨迹 那小鸟就是要在那个轨迹上面 好 然后再来这题目的后面的这些数字运算稍微麻烦一些些 那我们请同学就是回去就亲自稍微处理一下 好来那这是第 4题 好来这是第4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那个二字八页第5题 好一样来忽略空气阻力 中力加速度如果是G 现在有甲移两个指点 从同一个高度 好以相同 相同的粗速度V0分别被抛出 但甲被抛出来的角度是 斜向上 仰角 Sita 移的话是斜向下 辅角Sita 那两指点落地的水平距离是多少 那这个题目里面你如果哈就是执着于这个甲 甲这个整个落地来他的射程 比如说你来你要想要甲整个落地的射程 还有这个乙落地的这个射程 好然后就再去计算这两个的射程 射程X的话好去求得这个X 那其实这样会稍微 比较麻烦一些些 而且可能计算也不容易计算 所以这个题目要掌握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现在是乙 他从A点下抛 来他从A点下抛的轨迹 A点下抛轨迹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甲他来到这边之后 甲呢 他 他那个 在后面这一段的轨迹 跟乙 跟乙 跟乙从A点下抛轨迹其实是一样的 夹在B点之后的轨迹跟乙从A点下抛轨迹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两个的 速度来这边的速度如果是V0 所以他回到这边B点的时候来这边速度也是V0 来速度也是V0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既然是后面轨迹都一样 所以他们两个 落地时候的水平距离 其实 来这水平距离差 其实就相当于A到B的水平距离 而A到B的水平距离其实就是A到B 整个就我们之前在讲的 鞋抛的水平射程 所以这个题目本来你要去算甲的射程 乙的射程然后就在两个相减 但其实你如果有去掌握到说 乙他其实就是甲后面那一段的 那一段的那个轨迹的话 那你根本就不用那么麻烦 你只要去算A到B来就这一段斜抛 这一段斜抛 好这A到B的射程 好那射程R的话我们之前其实在上课讲过了 所以我这边不多说 好我就简单的写下下就好了 好那这边就是V0x乘以A到B来A到B飞行的时间 好那这个V0x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应该就是V0cosθ0 V0cosθ0 好A到B飞行的时间的话来这个的话应该是 2V0y除以G 好所以这边就是2V0 sinθ0除以G 好那这会得到我们非常熟悉的2V0平方sinθ0cosθ0 好再除以G 好如果把两倍角公式带进去的话就是V0平方sin2θ0再除以G 好所以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这样 好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这样 好不过这边还是要小心一下下 因为他题目里面这个阳角是θ0 那我刚刚不小心通通都写成了θ0 所以来最后答案他记得要把这θ0把它画掉 好来这是第五题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题 他说如果想要在北女中校门口设计一个水柱拱门 增添绿圆见校校庆活动源头活水的气氛 那由校门的两侧安置喷口 好譬如说我们就在下面画这样的图 好如果说这边有一个喷口 那这边有一个喷口 好斜向喷出一串串水珠 希望可以落到另外一侧的喷口 那这个两个喷口的水平距离是低 好所以来现在这两个喷口呢 来水平距离就是低 拱门的最大高度 来拱门最大高度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水珠这样喷出来 就是造成一个像水珠的拱门嘛 好所以他最大高度就是这个斜抛的最大高度 好所以来这最大高度是h 好重力加速度如果是用g 忽略空气阻力 那请问下面这些问题 第一个斜向喷出一串串水珠时 如果抛射阳角是θ 好抛射阳角是θ 那请问一下这个阳角的正切值 tgθ是多少 第二个喷出来的水珠出速度量值是多少 好所以这个v0代表我们也不知道 好所以我们来在这边稍微画一下 来这个就是v0 那么这个就是θ 这就是θ 好所以一样我们可以知道来这就是v0x 好这就是v0y 那这个题目里面就会变成说好我其实 我的椅子是什么呢来我的椅子就是h跟珠 好另外当然还有一个是g啦 还有一个 剩下的就是要你去求的v0跟θ通通都是未知 好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根据这个 水平距离d还有最大高度h 好来处理这个题目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怎么去处理它 像这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同学像你这时候你最大高度跟 水平距离其实你 如果有记起来的话就会最好 好譬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最大高度 好来最大高度h的话 其实它就是v0y平方 除以2g v0y平方除以2g 好于是你就可以得到h 好v0y的话是v0 sineθ 好来sineθ 对不起这边的话是θ 所以就是sineθ 所以大家要平方 好再除以2g 好 好设成的话不好意思来设成刚刚在这边才推导出来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v0平方sine2θ 2θ 好但我们现在不需要2θ所以我直接用这个式子 所以就是2v0平方 好所以来这边 其实就是2v0平方sineθ cosθ 再除以2g 好没错吧我们看一下 对没有错除以g 好所以这边就变成说我得到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 好那这两个式子里面要求什么呢 其实要求的就是c它跟v0 好不过我们立刻观察一下 来就会发现说有一个好像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边有一个是v0平方 这边也是一样有v0平方 所以如果我两次直接相除 好我直接相除其实是可以把v0平方拿掉 就可以删掉 那v0平方被消掉之后那剩下就只有c它所以tgc它就可以被求出来 好那像这种其实也是要累积一些经验了 好累积一些经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啊我先把这式子跟 跟它的已知h的相关式子把它列出来 好再把珠这个列出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的做法就是把两次相除 1除以2 好1除以2的话来左边的话就h除以珠 好来这边的话是v0平方sin平方θ再除以2珠 2g对不起 好来这边的话是2v0平方sinθcosθ再除以g 好再除以g 好那两次相除后来我们稍微约一下来这边v0平方会被约掉 好这个g会被约掉 好来这边的sine上面是sine平方这边sine所以来这边sine会被约掉一个 好所以我们很快的看看一下 来所以这个式子里面 h除以珠 好大概是等于什么呢来是等于 4分之1 好cos分之sine cosθ分之sine 好可是cos分之sine其实就是 tanginθ 好所以tanginθ就是4倍的 h除以d 好这也是第1小题要问的 tanginθ的答案 好来tanginθ答案 好那 再来 他要问的是出速度的v0是多少 好出速度的v0是多少 当我一旦知道tanginθ 那有没有办法求其实你 不管代入1式还是代入2式 通通都可以求 不过我会建议 以后大家看到tanginθ是这样 d分之4h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画三角形 好来这边就是θ 对不对 那tanginθ是d分之4h 所以就代表这边是d 这边是4h 好所以斜边就是多少呢 斜边的话就是 d平方 再加16h的平方 好这画三角形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些数学的技巧 同学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为什么要画这三角形 因为这三角形很容易可以得到sinθ等于多少 或者是cosθ等于多少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2小题 第2小题的话我们可以用d式子 或者是第2式来求 通通都可以 好来那我现在直接先来代入第1个式子 好第1个式子是h 好等于v0平方 好sin平方θ 好那sin平方θ是这个分之这个 但是要平方 所以来他其实就是16h平方 再除以d平方再加16h平方 好这是sin平方θ 好然后他再记得除以多少呢 好再除以2g 除以2g 好所以同学可以发现来 在这边这个v0这个位置数就出现了 好那剩下其他的把它整理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得到v0平方 好v0平方等于什么呢 好这边的话是这样是等于来这边有个h 来跟这边有个h把它约掉 所以来大概是等于 这边还有个2这边约掉大概是8 所以就是g 再乘以d平方 再加16h平方 好再除以8h 好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很烦 可是实际上就是慢慢做慢慢做 答案大概就是类似是像这样 好所以我们就 最后就得到他把开根号就是答案 好来把他开根号 所以就是g d平方 再加16h平方 再除以8h 好这就是v0 好所以我们在做类似像这样子的题目的时候 来我们可以看到说 刚开始你可能没有什么概念说我现在要怎么去求 这个什么羊角啦或者是v0 那但是没办法 就是你就直接从他给的已知 来这个水平距离就设成d 还有这个h 然后列出他们相关的式子 列出相关的式子 然后接下来就要去观察说我现在要求的是什么 那一定要记得你的位置数是谁 不要去搞混掉 像这个题目里面位置数其实是c 还有v0 那就要特别把这两个抽出来 好来那这是第6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二之九页第7题 好子晴站在学校游泳池的跳板上 将排球以初速度v0 往前斜向上抛出 已经知道初速度的水平分量 虚为垂直分量 好来水平分量就我们讲的v0x 垂直分量就是v0y 所以水平分量是垂直分量的三分之四倍 才可以让球刚好落到持水面 好如果排球被抛出时的出发点比 持水面高出h 好注意这个题目就不是我们讲的 从地面抛然后最后又落回地面 它其实是在大概这边是跳板的位置 好大概是这样子 来这是跳板的位置 好那这样的话它比持水面来这边都要这是水面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高的话就是所谓的h 好高h 重力加速度是g 忽略空气阻力的影响 排球是为止点 好来回答下列问题 好所以根据刚刚 这边有v0 然后在水平分量又是垂直分量的三分之四倍 所以来第一小题水平分量跟垂直分量各为多少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好因为水水平分量 是v0x 来它是 千值分量v0y的三分之四倍 三分之四倍 好那这边如果你经验比较丰富的同学就知道来 比我们这边画三个小型 三角形 这边是v0x 这边是v0y 好这边是我们抛射角 θ0 那这就是v0 好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边v0x分之v0y 同这个式子里面v0x 来是四分之三 不要一向不要错误 可是v0x分之v0y 其实在这个图里面就是tangentθ0 所以这边告诉你来tangentθ0是四分之三 好所以它其实就是 来这边就是 四分之三 所以我们知道斜边就是5 好这样 θ0其实是 37度 37度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样就可以知道来v0x是多少呢 来v0x来在这边这个图里面看就是5分之4v0 好v0y就是5分之3v0 好这个虽然不难 但它是做整个题目的关键 所以这边大家在写是画三角形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好第2个 求离开手后 飞行过程 可上升的最大高度来注意一下这句话 可上升 那我是从这边发射 对不对 好上升的最大高度其实指的是在这一段 好来注意 只有上升这一段 那这个还是符合我们之前讲的来最大高度 yma 好最大高度yma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来第2个b 好上升的最大高度yma是什么呢 好我们还是建议同学把它记起来来就v0y平方除以2g 好v0y的话是5分之3v0的平方除以2g 所以来这边整理一下就会得到是9v0平方除以50g 好接下来看c 好来c是什么呢 它是求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那有一些人看到求在空中飞行的时间 一想到那是不是就是我们之前讲的t等2v0y除以g 好注意一下 绝对不要乱带 我们讲过这个t等2v0y除以g 其实指的是它从地面抛出去 然后最后又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好是从又回到地面 可是现在这个题目不是 它是要落到水面 其实是以它的抛射点来下面是h 所以这边绝对不可以直接再用代字公式 好不过我们知道它是飞行时间最主要是跟y方向有关 而且它从这里到这个地方 来从发射到它落回水面的话 来它的y位移 好注意一下不是h是 负h 因为我们要定向上为正 好可是y位移的话我们就知道是v0yt 减掉2分之1gt平方 所以以这一体来讲 它其实呢 这个h 来对不起 这个h就是题目给的是h 好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好来这边所以对我们来讲是2分之1gt平方 减掉v0y v0yt 然后再减掉h 等于0 等于0 好那这个一样 我们上课有讲过来碰到这种情况 直接 公序解 好所以来就是2a分之负b 来2a就2乘2分之1g 所以就是g 负b的话就是v0y 好那个v0y我们要暂时不及的解 最后再把它用5分之3v0带进去就可以了 好所以就是g 2a分之负b 再加减根号 b平方 就是v0y平方 好减4ac所以是加2gh 加2gh 好那这边的话应该可以知道 因为这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式子里面 这式子里面 如果用减的话答案会是负的 所以负的是不合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负号 来自负号这个部分就拿掉 所以这边其实只剩下加 来这边只剩下加 好 好那我们要稍微整理一下 来这边的话是g分之 v0y 好 好我们把写清楚一下 其实最后剩下这边只是整理答案的问题 来这边就是g分之v0y 第一项是这样 好第2项是什么呢 好第2项是g分之1 好这边我们 呃 就是把它整理好来整理一下是什么呢 来这边如果提出v0y平方 好那第1项就是1 第2项的话是2gh 再除以v0y的平方 v0y的平方 好所以会得到什么呢 来就会得到g分之v0y 再加上g分之 好这边因为已经把v0y提出来 所以来把 移到外面来 好里面根号就是 1加上2gh 除以v0y的平方 好所以接下来最后请同学就把v0y用5分之3v0把它带进去 把它带进去 好那这边有g分之v0y g分之v0y 所以我们就可以提出来就是g分之5分之3v0来把它提出来 好第1项是1 第2项 好第2项是根号 1加上2gh 好 v0y是多少呢 v0y 平方所以是25分之33得9v0的平方 好比较烦啦 是比较烦一些些 好但是 其实还好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就是会得到是 5g分之3v0 这边的话就是1加上根号 1加上 好这边整理出来是应该是9吧 9v0平方 再来是50gh 50gh 所以大概整个落地时间 其实我想那个后面这边解题 就是可能稍微反一些些 但其实只是 只是把整理一些公式而已 那最主要是关键就是说你不要看到飞行时间就带这个公式 这个的话一定是从这样子落到这样子的时候 然后来就是从地面到地面 好才可以直接带这个公式 那像这种话来就从Y方向出发 就会得到是T 就会得到T 好接下来看第4题 好来第4小题 球被抛出时的出发点 出发点 跟球落在磁面落点的水平距离 好来这个水平距离其实就是问这一段 从这边出发点到这边 所以水平距离其实是问这个射 射 X 那这个射程因为也不是对称的 来我们之前射程的公式那个R的话 是对称的时候来这边才可以去带R的公式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不可以带公式 但他其实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现在问的是水平的射程 那水平的射程X 我们知道在水平方向他是等速度运动 所以X其实就是等于V0X再乘以T T的话就是这一段的飞行时间 这一段的飞行时间 好所以那 这其实是有点麻烦 好但是我们不管他来X V0X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写的 来刚刚V0X在这边是5分之4V0 所以的就是5分之4V0 好T的话就把这一堆带进来 好那顶多再抄一遍就好了 那就3V0再除以5G 好来这边中瓜胡1加上 好根号里面还要在1加上 50GH 再除以9V0平方 就中瓜胡 好来这就是第7题 第7题 那同学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这边的答案 大概都要用到 V0X还有V0Y 所以刚刚前面这个第1小题里面在计算 V0X还有V0Y说要非常非常小心 即使他是很简单的乘除 那但是也是要小心 因为你这边错了就知道后面就一定会错掉 好后面就一定会错掉 好接下来我们看二支实业第8题 好第8题 好这是一个93年指考 93年指考的一个多选题 那不过这里面有两个题目前超出范围 所以一个是A选项 好问的是力学能 所以这题我们暂时不管他 还有再来是在E选项 好他问的是重力所做工 所以来这两个部分我们先不管他 好来那我们先看一下题目 质量M的指点从地面上的O点 以初速V0 阳角C他被射出 好 B点是指点运动轨迹的最高点 B点跟地面的距离是H 大H A点是越过最高点后的某一个位置 A跟O点的水平距离是D A跟O点水平距离是D 那A跟地面之间的距离是小H 好那后面这重力位呢先取为0 我们就先不管他来重力加速度是G 请问有关指点的叙述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B选项 O点运动到A点所需要的时间 那O点到A点所需要时间 这边我们的经常的经验就是看到这边时间 常常想说从Y方向来看 实际上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 因为他给了O到A O到A的一个水平距离 O到A 对不起 好 他给的是O到A的一个水平距离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水平距离呢 不就等于V0 X乘以T吗 对不对 所以对我来讲以后碰到这种题目就变得很简单啊 T其实就会等水平距离 除以V0 X V0X 那水平距离如果是D 好 V0X是什么 V0X是V0cos 0 所以很显然这个答案就是错的 应该是D除以V0cos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C选项 O点运动到A点所需要的时间 你看 因为他是不同的选项 所以他就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刚是透过水平方向得到他所需要时间 是D除以V0cos 可是他接下来说那可不可能等于这些东西呢 那你看到这些什么大H有小H 大概就跟Y方向有关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来C选项 O点运动到A点所需要时间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这样分析一下 来从O到A 其实他是相当于从O到B 再加上从B到A B到A 好我们来分头来看一下 O到B是什么呢 O到B就是 整个鞋抛抵达最大高度的时间 所以原来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最大高度的时间 来最大高度的时间就是V0sin V0y 好我们先写V0y 就是V0y除以G 所以来这就是V0sinθ 好来V0sinθ除以G 好 那TBA是什么呢 TBA是从他抵达最高点之后来下降 下降 下降多少 来对不起 来这边小心一点 下降的高度是 大H 减小H 那我们在前面第 第二题有提过 鞋抛他在 抵达最高点 往后面的话 他在牵指方向就相当于一个自由落体 所以 变成说我现在从B点到A点 下降的H减H他所需要时间是多少 那这部分你可以用利用初速为0的自由落体 也就是S等于2分之1GT平方来处理 好来处理 那S的话就大H减掉小H 好等于2分之1G 好T是多少呢 来T 对不起 T就是我们要求的嘛 来就是TBA TBA 好于是这边就会发现 TBA就会等于两倍的大H减掉小H H除以G再开 根号 来再开根号 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原来 这个TOA 就等于这两箱加 这两箱加是这一项再加这一项 好来 那这一项就是 第一项 V0 sin C除以G 好那根号这一项就是后面这一项 所以来这C的答案是正确的 C的答案是正确的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租选项 在最高点B的时候 然后速度跟加速度是互相垂直 好这个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在最高点的速度就是剩下水平 好来 这个速度就是水平 加速度一直都是千值方向 好来我们知道他加速度一直都是G 然后在最高点的话有个是V0 所以来这两个当然是互相垂直 所以来这珠也是正确的 好所以A跟E的选项暂时不理他的话 好那这一体的答案其实就是C跟珠 好这是第八题 好来这是第八题 好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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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